戴牙一日現身台中出席一聚店長活動 這是他控訴陳建州性騷擾後首次露面 這陣子他歷經被黑販求成一千萬 之後又被改題刑事訴訟 他坦言說出來的壓力很大 在受訪期間也忍不住提取潰題 我一開始 藉著大家的勇敢站出來講 也沒有想過會變成今天這樣 那我也覺得這是我的事 所以後續的問題我也會跟律師處理好 那你有跟郭媛媛然後還是遙嬌聯絡嗎 這個部分我就不回應了 因為可能跟後續的訴訟會有一點點關係 自己一個人面對的時候 還是會覺得很有無助的感覺嗎 當然 當然 今天換作是你你不會吧 對啊 但我會加油 因為情人可愛 我今天坐高鐵 然後才剛下高鐵站 然後去上廁所 然後我在排隊 我就突然聽到一個聲音 他就在旁邊這樣加油 然後我嚇一跳 我以為我是不是聽到了什麼 來自靈異界的聲音 然後我一轉頭是 一個在排隊的女生 然後她就說加油 其實當下心裡真的很溫暖 所以我覺得 我相信我不是一個人 然後所有的受害者 你們也都不是一個人 有什麼話想要對對方 覺得不提想要說得完嗎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 謝謝大家 對 知道對方的演唱會取笑 我們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來做活動一日店長 我們剛剛差不多心情都聊完了 人家剛剛明明笑很開心 你們都把我問哭了啦 最後她也希望大家能持續關注其他受害者 不要讓事件沉下去了